新竹县警方昨天攻进一处毒窟 逮捕了六名嫌犯 而其中一名嫌犯 情急之下把13颗子弹丢到马桶里 还把毒品网窗外扔 但是还是被警方给发现了 为了取得证物 原警只得忍受恶臭 用手套塑胶带伸进马桶捞子弹 原警忍受恶臭手里套着塑胶带 在马桶里捞啊捞 可不是在通马桶 为的就是捞出这一颗又一颗的子弹 数一数总共捞出13颗子弹 甚至连毒品的吸食器也丢进马桶 企图湮灭证据 新竹县警方攻建一个贩毒集团 嫌犯从监视器看到有异样 为了躲避警方查气 就偷偷把毒品往窗外丢 警方破门 其中一名嫌犯 就把子弹丢进马桶 不过搜索过程中 远紧上车所失 意外发现马桶内有反光 用手下去捞 这才发现马桶里藏了制式子弹 数量太多捞不完 警方干脆找来水电工 把整个马桶拆开 我们常摸的人 手洗干净就要拿 搜索枪械的时候 在这个马桶里面 刚好在冲水 感觉这个里面有反光的东西 感觉很奇怪 嫌犯耍心机把吸食器 子弹等脏物丢进马桶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最后还是被警方忍臭 捞出来 让他想赖也赖不掉 中间新闻何梦谦 新竹报导